瑞士网谈名将,被预为网谈公主的辛吉斯,在出战WTA年终总军赛的女双比赛前,宣布退役,虽然这已经是她第三次退役了,但外界普遍估计37岁的她,这一次将彻底放下球拍了。 辛吉斯年少成名,1997年,17岁的辛吉斯连夺奥网、温奥和美网三个大满冠女大冠军,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女子世界第一选手,也是最年轻的大满冠冠军得主。 辛吉斯扬名网谈,除了靠实力,还有她的美貌,她也被预为网谈公主,不过,严重的欣赏让辛吉斯在22岁便宣布退役,四年之后, 辛吉斯复出,并在参加的首个大满冠赛事,二岁中便夺的女双冠军。 2007年温奥比赛,辛吉斯被查出兴奋计,她再次宣布退役。 2013年,33岁的辛吉斯再次复出,并在两年间再次斩获三座大满冠双打冠军。 20年的职业生涯,辛吉斯共斩获了25座大满冠冠军奖杯,开成完美。 当然,赛场外的辛吉斯,生活也相当丰富,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辛吉斯承认,自己在16年的时间里,更换了11位男友,并且五度解除婚约,逃婚成功。 这些男友包括了美国网球选手吉梅尔斯托布,西班牙网球选手阿龙索,杰克名将斯泰潘内克,瑞典名将洛曼登网谈中原。 当然,辛吉斯的前男友还有爱森纳名将坎贝尔,澳大利亚贝鱼索府,华氏教练艾格,西班牙高尔夫名将加西亚。 在体育圈外,辛吉斯还交往了法官权二斤,是由道亨、奥尼申科、律师安德里亚斯。 2010年12月,辛吉斯与小自己6岁的法国马术运动员胡丁结婚,但此后胡丁对媒体透露,辛吉斯多次背叛自己,与不同的男友交往,自己还遭到了辛吉斯的家暴。 这一段婚礼也最终告吹,如今,已经37岁的辛吉斯再次宣布退役,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他,会回归到简单的家庭生活吗?